大家好这里是书哥今天我们来聊一下2084的镜头 准确说我这根应该属于OMDS的产品 YYDS属于2084影像部门分家后发布的新品 但为了方便吧我还是称呼它为奥巴 这就是最近奥巴在发布OM1数码相机时 顺带发布的M13的标准变迹到镜头12-40F2.8Pro的第二代 那我是为了松下GH6而购置的这根镜头 并不是配合2084的机身使用 同时我主要是拍视频 我主要是从视频的角度来探索挖掘一下这根镜头 那这个视频中吧奥巴的测试片段都是由GH6拍摄的 那对GH6感兴趣的射手也能体会一下GH6的色彩魅力 比如这是GH6的Vlog直接套Vlog709NOT的片段 那过去的微单很难说能够直接套出这种结果这种感觉 那就算在室内吧有海量的噪点 其实也是被网络压缩给洗掉了很多 所以它的噪点其实也没那么严重 那色彩分离依然非常的出色 同时2000的基础ISO室内F2.8的曝光 有时候都只有提高帧率来降低过曝的范围 那我在介绍奥巴的镜头之前已经把GH6给吹上天了 这也算是测评之一吧 那今天的视频谈不上测评 毕竟这是典型的摄影头 不用我说也知道锐度惊人 更多的是和你们瞎扯一下 为什么我开始考虑在GH6上使用F2.8的M13的标准变焦头 喜欢出歌或出歌视频的射手 别忘了点赞关注和转发 那关于松下的M13的微单的标准变焦头 过去我推荐过松下的12到60 F2.8到4 松下的10到25 F1.7黄径 但是唯一没有推荐我觉得最应该推荐的松下 12到35F2.8 我是从12到35F2.8的第一代开始用的 也就是镜头上还写得有HD的标志 当时主要是拍照 在松下GXGF系列微单上使用 那现在我仍然保留了第一代的35到100F2.8 但后来12到35 我从第一代升级到了第二代 随着鲁镜头对焦环的需求的提升 发现12到35已经不能满足我的动手能力 有朋友需要就卖掉了 刚开始学习拍摄微单视频 我使用的是松下GH4 那GH4是没有传感器五周防抖的 GCN12到35的镜头的镜头防抖 就起到了比较关键的作用 但当时拍视频就遇到了一个问题 非线性对焦环 电子对焦环 基本上谈不上肌肉机 在手动对焦时非常痛苦 以至于当时我更倾向于转接 尼康的镜头拍视频 那视频的镜头防抖固然很重要 但是对焦都成了问题 那防抖载牛逼也没有什么暖用了 那后来的松下来卡的12到64 赢在了它的焦段 60毫米在M43上等价于全幅的120毫米 那焦段的方便胜过了对焦环的不方便 过去在使用M43系统时 使用F2.8的变焦头 其实也蛮痛苦的 提高ISO噪点来得很快 但不提高F2.8会成为很多 拍摄环境的瓶颈 而10到25的对焦环就变成了线性对焦环 但是10到25有一个对于我来说 设计上的问题就是太粗了 对焦环的位置和宽度都非常奇怪 材料也是金属的 后来在使用GH5 GH5S时 逐渐我开始使用定焦镜头 那M43的大光圈定焦头体积都很小 光圈很大 背景虚化也不错 松下的12F1.4和42.5F1.2 基本上包办了我的GH5的晚年的所有拍摄 那GH5年轻时我还使用过很多 真光剪焦环转接的EF变焦镜头 但是仔细想一想吧 在全幅微单迅速成为主牛的时候 M43的优势是什么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体积 在GH6发布之前 我特地又为它准备了奥巴的17F1.2和25F1.2 就让这12,17,25,42.5 这4根大光圈的定焦头 成为GH6的终身伴侣 但是GH6发布以后 把Vlog的动态范围增强模式 ISO高达2000 这是有点出乎意料的 那F2.8的变焦镜头搭配ISO2000 完全能满足大部分的拍摄场景 甚至比较暗的室内也能硬刚 那这样又重燃了 我对M43紧凑变焦头的希望 在朋友的推荐后 我把目光放在了 第一代的奥林巴斯的12-44F2.8 之所以不选择第二代 完全是因为一代有更强的炫光和光运 拍摄视频的X元素 喷水的源泉 而第二代增加了服务元素的涂层 也就是上了一层牙膏吧 那防水防尘能力更强的 同时也进一步的削走了光运 对于我来说 这是不受欢迎的改进 那12-40第一代和第二代 在光学设计上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连外观上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但是第一代的12-40 我这里的售价是 1399加币还没有货 而第二代是1299加币有限货 等于这强迫我不得不选择了更便宜的第二代 如果你可以忍受二手 在二手市场能够淘到第一代 我觉得对拍视频来说是更好的选择 那奥巴的12-40的第一代发布于2013年 第二代依然在沿用第一代的大部分设计 如果不是公司为了圈钱 那就是光学设计太过于完美了 其实单说外观 把奥巴的镜头看上去 比松下的更加复杂 线条也更多一些 感觉上更加专业 但我个人其实更喜欢松下12-60那种简单的设计 有莱卡的经典元素装逼也比较到位 只是当松下被打肿的时候 比如10-245那种肥胖的设计 感觉一下就没了 奥巴的12-40的第二代只有380克 非常非常轻 但它是外变焦 由于很轻 并不会对大多数电子文年期带来任何问题 同时它的光圈也有欺骗 而且它里面应该有非球面镜吧 因为在虚化光点上能够看到一些洋葱圈的现象 前滤镜丝口是62毫米 由于这是一根摄影头 网上第一代的测试也非常多 我就不在这里给你们展示什么锐度以内的无聊话题了 它和松下镜头最大的不同 就是它的自动对焦 手动对焦的切换式下拉式的开关 拉开后就是有线位的手动对焦 但是它的对焦形成比较短 大概是90度 而且是线性对焦 和你转的快满满有关系 只和转的角度有关系 当镜头的手动对焦模式打开时 它就只有手动对焦 GH6这时并不能临时切入自动对焦 如果你想使用自动手动混合对焦 那就让镜头仍然留在自动挡 只是开启机身的手动模式 这样你就可以快速设置按钮 当按下按钮后就会单点自动对焦 不按时你就可以手动对焦 但这时手动对焦环是没有线位的 同时对焦环的手感和阻尼 也不如镜头的手动挡 而对焦时能感觉到镜头有一种微振动 而松下的大部分镜头 不管是设定在手动还是自动 都是非线性对焦 都是无线位的对焦环 也就是可以无线的全转 那手感也非常糟糕 奥巴的手动对焦环 也是我购买这根镜头最重要的原因 奥巴的1240第二代不是奇焦的镜头 如果你在12毫米端对焦 那拖到40毫米 焦平面会有一点点前移 如果你是在40毫米端对焦 推回到12毫米 就算放大看 仿佛是奇焦的 其实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虚焦 那这根镜头的对焦呼吸 是一大亮点 我觉得这应该不是 类似索尼FX6那种肌内修正的结果 但它在12毫米端几乎是零呼吸 在25毫米端是呼吸稍微明显一点点 那在40毫米端的控制稍微弱一点点 总体来说吧 对于变焦镜头对焦呼吸控制的是非常牛逼 很难想象这么小的尺寸也能喷出这么多的水 非常难以想象 那奥巴的1240第二代使用了新的镀膜 据说可以更好的防水防尘 也就是水和灰不容易留在镜片上 同时进一步减少炫光 但在测试中对色强光源镜头还是有环光 还是有很多的光运鬼影 只是颜色感觉不是那么舒服 强光源周围有紫红色的偏色 但是鬼影又是蓝色的 在实拍中把光源周围的紫红色看上去 很不协调 当镜头转到某个角度时 没有遮光罩的时候 在中长焦端的边缘 可能还会出现这种明显的 某种遮挡的垂直光带 这应该不是GH6所导致的 因为在GH5 GH5S上 我也同样的发现了这个问题 但你要说对实际拍摄有什么影响 其实非常小 基本上没有影响 奥巴的1240 另外一项让我非常意外的地方 就是它的射闪 测试中是有比较明显的射闪 稍微前对焦一点点 对焦卡上的高对比度 边缘就会有绿色 如果后对焦一点点 对焦卡上的线条就会有红边 但在实拍中 我倒是没有发现什么色彩 就算有也非常的轻微 奥巴的1240在GH6上使用时 应该是GH6的内部电子修正的形变 因为不管是广角还是长焦 完全看不到任何形变 M13变焦头如果真的把形变能做的这么完美 简直不可思议 就算松下的高端的M13定焦头 形变其实都是非常明显的 只得靠后期整容 我还记得过去的ZCAN12 无法修正松下镜头的形变 就能看出非常多的问题 但是松下的机器 现在能够修正2084的镜头 是比较有意思的 过去我记得一些比较老的2084的机身 并不能修正松下的镜头 现在这些老镜头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其实208412到40 第二代也算不上是一根便宜的镜头 但它的成像素质非常高 同时它的长焦端是全幅等价80毫米 比常见的70毫米要长了不少 比松肥肥的10到245长焦就长多了 那10到245确实是一根不可多得的神镜 只是不适合我而已 使用M13我个人涂得更多的是方便 如果故意不方便的选择机器 我还有更多更好的选择 那2480的全幅等效价具是非常实用的 同时是F2.8的横顶光圈 那J6超强悍的防抖 可以有效的过滤掉几乎任何焦章的任何微震动 但是在某些角度下 比如这里相机和运动方向是垂直的 在12毫米端貌似5轴防抖 并不能很好的起到正确的作用 那边缘的波动异常厉害 后期基本上是无法修复的 奥巴的1240的镜头上 还有一个自定义的按钮 我是通过J6把它设定成了5周防抖的开关 使用一些广角头是可以方便关闭防抖 防止画面波动带来的破坏 那同时把F2.8搭配J6的RSO2000 有些室内的拍摄甚至都要使用N0滤镜 那这样搭配的异用性在过去 GH5身上是没有体会过的 而GH5S则是由于缺乏传感器的5周防抖 在使用时会更加麻烦一些 使用无防抖的镜头 你需要一些主动的防抖设备 但是把ISO2000带来的不方便也是非常明显的 你需要两片可变ND滤镜了 2到5档和5到10档 这不光是有更大的投资 那携带和更换都会更加的不方便 那J6搭配奥巴的1240的色彩 还是非常非常的吸引人的 只要套上官方的Vlog的NOT 基本上颜色就非常棒了 这些视频中的J6都是没有使用创意NOT的结果 很合我的胃口 如果你想给J6配一根变焦镜头 需要比较宽的焦段 那奥巴1240是很好的选择 解析度非常高 让J6的5.7K可以为所欲为 其实相对于这根镜头 奥林巴斯的17F2.8 让我的印象更加深刻 希望未来有机会 可以给大家翻而赛一下